一言不合衝到轿车旁边大声咆哮 下一秒举起右手 骑士直接用力砸毁驾驶座的后照镜 这还不够要对方停车 两人在路边爆发二次冲突 这次拿起不知道哪边来的砖头 直接往车窗砸 车窗碎裂就快要整片破掉 地上还留着完整的砖头 事发在新北市领口的住宅区 原来双方发生行车纠纷当街动手 双方当时就在这个路口发生冲突 但为什么骑士会砸车 原来他们就行驶在这条单线道上面 互控对方有挑衅的行为 才会在路口动手 26岁料性骑士半路碰上 37岁徐姓驾驶开的车 因为靠的比较近按了喇叭 才会爆冲突 警方到场之后 驾驶指控对方一直狂按喇叭 但骑士反控驾驶多次故意急下 根本是故意挑衅 不过车被钻头砸毁提告毁损 除非我很赶时间 不然就不会特别按喇叭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想说 一定要去吹人家什么 因为人家也是在路上开车 短案的话 我是觉得短案就不算挑衅 过去就发生不少按喇叭引发的纠纷 今年1到7月 因为一声喇叭引发的纠纷 新北市就有278件 不过也有人走在路上就发生冲突 两名男子在巷子里互殴 朝着对方拳打脚踢 其中一人还被打到倒在地上 肢体冲突相当激烈 台北市大安区这名男子 走路走到一半 是看见后方一辆车逼近 差一点就要撞上他 拍车声提醒结果引发对方不满 双方当街开吵便开打 快大警力赶到现场 驾开两人 一伤害罪将他们送办 不开心被挡路 演变成打架 得进警局 反而更慢到达目的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